講到和事啊 講到緩和 這個時候啊 以前啊 我們就有一些古龍宮的環保團宜了 啊...的風力化電 這招的人要出來承受 所以很多航空以前在搶救的老王子 馬上都會說 欸!來!做一間保留之後要幹嘛 然後我們不知道就說 保護館 現在保護館都死 一間一間了解 有的就放在那邊 啊!一、三、二、三 他就死了 你知道嗎?馬上人家就會問啊 你跟他講那麼多 他聽不懂啊 你做背包客啊什麼啊 人家聽不懂啊 他馬上講 啊!一、三、二、三、四 以後變腳尾聽 欸!他聽得懂 可是每一次都這樣就不行 那這個台灣的這個能源問題現在就遇到這樣 每一次我們在緩一個大型的東西 環火力 他就要講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有人啊 就會喊出 有啦!太陽冷化電啊! 風力化電 結果啦!但是大條了 為什麼風力化電不行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又在做那一種巨大型的化電 我們太依賴 我們台灣這樣做 你就算我們旁邊去太陽冷化電廠 它還是會有問題 只要是巨大型的 我們想要用一間來解決我們這個社區的發電問題 我們要用一間來解決中部地區的電量問題 我們用一間來解決大中部地區的發電量問題 就是需求問題 我看都是危機 為什麼呢? 這個部分我相信今天他們應該會有相當的感觸 那我們一定會說在當下我們需要電 可是我們為什麼不能細緻的來理解 我最近我們想在一間老房子 有人送我一個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一萬塊 結果我的太陽能板一萬塊 我早就把你帶太陽能板做出來 為什麼呢? 太陽能板不是黑白真的 我都要有一個支架因為它很熱 還有就是它會受熱然後下面就會很熱 而且還需要一個夫 一個角度就對了 角度要做鐵架 就是青菜七港來打發的 還要存一個家裡買電 放開來打開 然後又砍電 之後啊 還要一條的太陽能 收那個電的時候 是直流電 就是這樣蓋車的營 那直流電 要怎麼變交流電 有這種轉換器 由白青化到萬多 就是意思說你如果買台灣青菜買的 那八千塊錢就在那邊拍去 那叫大祖的 有一個萬眾金號日本 他在德國的豪漫國 那你要買什麼 那他就開始算啊 我那一台 我那一支太陽能板 可以那個產生270瓦的電 我把聖聖的問那間 還剩20瓦 那如果 如果旁邊想要吹冷氣什麼外 那就不夠嘛 所以這時候就在含算 那我一片太陽能板上 那我可不可以再去買兩片 那另外那兩片就來做這個冷氣 那問題來 如果剛才在頭都不夠 我們就那個 那個就沒電好營了 那要怎麼辦 所以還是要 把地理都欺負電的機制 欺負電要怎麼欺負 我這個開始更吹冷氣 那那個過程 你看夜討論就發現 欸 好像太陽能板 完全依賴他 恐怕也不太行 恐怕 除非我們再安裝一個 可以把那個太陽能板的電 拿來讓那個馬達 然後再一個電子給他 然後再一個電子給他 他這個存放安全電 否則就不夠 歡迎歡迎 那這個過程裡面 就再講一件事情 我們台灣要靠一個 一種電 一種花電的系統 好像不太適合每一個家 除非是另外一種資料 這樣 那這個問題裡面就開始要去想的 那一種多元的微花電系統 那唯有這一個部分是適合台灣 但是很高所 我們在當時才能處任到一躲 請一位 我們的飯操是 架頭 дня到 xi亞 在右手邊,我們就很隨意啦 好,那 今天我相信是一個 很無所感的演講和分享 這也是一個 因為社區發生的災難 才不停不走出來的一條路 那 要怎麼讓一段時間 我可以教你一堆煮飯 騙孫騙孩子 不然比較遠的可能是 在看風水水甲的東西 是甚麼風 可以跟他們吹 吹過LGK 吹到這個地方 我相信有相當大的意義 那 重點聽說 今天這幾個人都有很特殊的故事 每一個人 平常都是一家裡 就像青龍 是大廚師傅 他中有一個最優勢的 他是離開故鄉 去台北的販賜 有一天 看到他自己的故鄉的人 台北的空襲 你看看 那空襲很激烈 他們最愛的說 這是絕食 還是沒那麼差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小孩 感覺 故鄉的人 很愛的 所以就不斷斷 這就是 這個 這個 電腦的 這個 這 剛好 當中 那幾個 沒那麼多 都要擠 我們這 四個 都要擠 擠 等一下你們四位再介紹一下 讓我們知道 好不好 這樣 我們 是不是 熊貓 親家 這裡也有親華的 學生 都穿來 他是 年輕人要來 說幾句 讓他們 怎麼穿一件 找我一名 好 好 讚 不要 不要 我伯父 喔 一名我們的 我們的家事 我們的福利 現在大家 都在學校 這種人 要不然 一三年 要幾年 去做我們的 工作 人家 要喝酒 現在 不然要去笑 不笑 好 這是 一位 說 喔 我們台灣不簡單 海邊 都 都去 所以 這是 我們 很嚴重的 難題 等一下 我相信一定會很精彩 所以各位 你如果 濃濃的 感覺 你會覺得你辛苦 濃濃的 那就是煮而已 好 今天我們 好事人 一直扮活動 拜衫就沒有去到樓 今天想要就好 一定有意義的 因為 你稍微濃的 要換衫 所以 等一下 請一下 有幸福 大家看看 幫我們支持 讓他們社區 一會兒再繼續說 好不好 那如果 你欠文宣 我們後面 有 7月12號 就有幸福 可以拜託 我們 這個 環境的 我看到時間 也是有人來 你好 好 那 這個 紹帆 紹帆 要來分享一下 是怎樣 小的人 願意到 這個 願意 變 台語 願意 願意 關 你 真的 不是 口家人 不是 我們都說 我們都說 好 我們讓年輕人 看他怎樣 看他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覺得今天主要就是要 從願意 然後就是非常千條條 然後到這 然後講的 就是 小的新聞 跟大家來分享 那 所以我只是去過願意 大概 六七次 然後 有參與過他們的 幾次比較激烈的抗爭 然後我想說 就是願意那個地方 他因為就是在 海邊 然後他其實在交通上面 沒有說非常方便 所以我覺得他 然後在就是這個運動 他本身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要面對到的一個是說 就是大家在傳統我們的認知上面 就會覺得 欸 就是 綠能聽起來像是一個 很好的東西 然後他好像 就是在台灣 對台灣而言 感覺這個 綠能的發展應該是 就是我們應該要選擇的道路 可是 就是當綠能真的 就是在西部 西兵沿海 開始發展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好像沒有聽到太多的 反對的聲浪 可是當他 越來越發展 所以是在一個 沒有安全距離的 節制之下 的那種 大規模的發展之後 他逐漸就會開始 產生出一些問題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願意那個地方就是 那時候我 沒有到那邊 我真的不知道那邊的情況 就是那麼的慘烈 就是像我們其實 就是前天跟昨天 然後都有非常 嚴重的衝突 然後就是我們那時候 像那前天一整天 就 我自己身上就是有位 保全打 然後還有臉 就是 就是整個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他整個一個 焦土的那種感覺 就是大家都 瘋狂的跟 就在一個靜座 很和平的靜座的過程當中 然後就會有保全跟警察 然後來抬離 然後不斷的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所以我覺得就是 今天主要應該要聽聽就是 從越里這邊來的鄉親 然後他們 在整個抗爭的過程當中 然後到底面對到 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然後讓這件事情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這位故事 在記憶中 就是個紀憶 是一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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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紀錄